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限也会是重要的支撑 所以行情慢慢的又走到了比较胶着的一面 我们从技术指标来看 KD已经交叉往下 所以看起来下个礼拜 整个行情压力又会慢慢的浮现加重 事实上在这个礼拜 很多市场聪明的热钱 就已经提早在做一些动态的调整 包含外资在内 什么样的调整又为什么要调整 原因很简单 下个礼拜开始 一连串的重要事件都会影响到行情 第一个来说 下周三 6月19号 美国联准会要开会 那么有关于降息的议题 这个实际上绝对会是市场 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 另外6月底28号 29号 就是局团体的会议 这一次的高峰会 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和川普见面 目前还没有表态 所以贸易战是不是能够在6月底之前 有进一步的结果 还是会持续的拖拖拖 一再的拖延下去 还是川普就干脆把最后的3251的关税 就拿出来了 我想这是一连串 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 大部分就从下礼拜开始 所以6月的下半月 行情势必不会太平静 所以这个礼拜的反弹 我们强调的是 操作的节奏要快 速度要快 动作要快 务必要跟得上 其实尤其在礼拜一到礼拜三 反弹的时候 大家应该把握那个机会 去把手中的持股组合 调整到让你比较安心的状态 所以下个礼拜 再强调一次 6月19号礼拜三 美国联准会要开会 市场上最关心的就是 是否就从6月份的这次会议 启动降息的循环 我们从过去历史上的 降息循环来看 从2000年开始 美国总共有启动了 两次降息循环 第一次是在2001年的1月 持续到当年底的12月 那利率从6.5% 一路降到了1.75% 第二次则是在2007年9月 延续到2008年的12月 时间超过一年 利率则是从5.25% 降到了美国史上空前的 0.25%低利率 那我们来看 其实利率的升与降 它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2000年的时候还在升息 01年开始转为降息 接着02年03年续降 那这一轮的降息 最主要就是因为发生了 网路科技泡沫 那在接着04年05年 是连续的调升 也迎接了史上罕见的景气成长 以及股市的大多头 06年继续调升 那么到了07年之后 因为美国的刺激房贷事件 以及08年的雷曼倒闭之后的金融海啸 利率又进入到连续的降息 那2009到2014年 这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一个QE 量化宽松政策 资金面主导的行情 那15年年底12月 开始启动了升息 那么正式 等于是为景气的复苏成长 做了最直接的印证与背书 那这一轮美国的一个升息 我想已经结束了 利率要嘛持平 要嘛就是转为往下调降 那升息的结束 也代表了另外一个景气的周期的开始 我们来看在过去经验上面 如果美国一旦启动降息 那代表的就是 美国的经济将开始出现明显 而且连续的下滑趋势 那呼应刚刚所讲的 在第一次的降息循环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 美国的GDP 其实在那一波的降息潮当中 从4.1%一路下滑 结果最后是在2001年的第四季 掉到了0.1% 那第二次的降息循环呢 美国的GDP 也从原本的2.2% 跌到金融海啸的时候 2008年第四季 甚至是转为负成长 负2.8% 那这个也就是明显的衰退 所以我们从图形来看 当美国调降基准利率的时候 GDP都是往下的 都是往下的 因此重要的结论就是 如果美国确定会采取降息的动作 那经济景气将持续疲弱 这个几率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可以说是确定的 好 所以我们一再跟大家提醒 当不管是专家 分析师还是媒体 对于呢 降息的评论 采取比较乐观的这种说法 或者认为说 降息能够营造出资金行情 各位千万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因为降息很明确的 从刚刚不管是数据上的资料 还是直接透过图表的呈现 告诉大家 一旦美国启动降息 就是经济走下坡的最佳的确认 那这个答案 当然它会反映在股市上面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美股为例 当美国启动降息之后的三个月 美股会怎么走 我们来看 在降息的前三个月之内 降息的前三个月之内 股市会呈现相对是比较压缩 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刚刚所讲的 2001年那波的降息 或2007年那波降息 前三个月内股市相对都是比较压缩的 但是到了降息过后的三个月 股市就会出现明显的修正 像2001年的那波降息循环 启动以后 后面三个月股市就大跌了13% 那在2007年那一波的降息循环 三个月过后 股市是大跌了3.69% 所以一般来讲 刚启动降息的时候 市场的确很容易出现 这种警戒心松弛的一个现象 因为大家可能会相信一些 比较偏颇的报道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 偏颇的报道 甚至把降息直接解读为资金面的利多 原因很简单 有的时候 股市它跌升之后 本来就会有技术性的反弹 那另外呢 法人也好 主力大户也好 当他们手中还有持股 还来不及跑的时候 那也可能呢 就打折水棍上 透过这样子的新闻传导 透过这样子的消息 把它包装成利多之后 再来做拉高出货 那所以从图形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黑色的 蓝色的 抱歉跟证 蓝色的就是美国的基准利率 那红色就是美股S&P500指数 在降息循环的阶段 股市呢 中长线的方向 非常的确定 是往下的 只不过呢 这中间的图形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去把它查出来 然后放大一点 把时间缩短 图形放大一点去看就知道 在降息启动的时候 也都会有一些反弹 都会有一些反弹的行情 那有时候那个反弹行情 甚至可能会让你有产生 行情要回升的错觉 以台股来说 也会是这个样子 降息的时候 可能呢 搞不好弹个200点 300点 400点 那你会以为说 这个行情 可能又重新启动了多头 那但是其实 这个往往都是呢 把逃命点 这个错过之后 反而呢 再去做加码之后 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那我们的问题来了 关键就在于 下个礼拜 美国联准会 会不会降息呢 那我们没有魔法水晶球 没办法呢 去告诉大家做这种呢 绝对正确的预测 可是呢 全世界都在看的 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是透过呢 美国的这个利率期货 来事先推估 降息的几率 高或者不高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就像呢 天气预报一样 下个礼拜 会是晴天 阴天 还是呢 正雨 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 说绝对不会搞错 但是呢 你之所以要去看天气预报 是方便自己 可以事先规划 下个礼拜的行程 适不适合出差 适不适合出门远游 适不适合到郊外走走 还是出门 要不要准备雨具 所以同样道理 我们透过利率期货来看 那今年呢 包含六月份这一次在内 美国联准会 总共还会开五次会议 那总共的五次会议 分别就是呢 下个礼拜六月十九 接下来七月 那再来是九月 十一月 以及最后十二月 总共还有五次会议 那我们姑且先不谈 九月以后的 因为那个预测的变数 还会有很大的更动 因为时间毕竟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就先看 比较接近的六月跟七月 这两次 那以六月来说 我教各位怎么看 现在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 就是2.25到2.5% 所以呢 看到这一个柱状图 那这个代表就是说呢 2.25到2.5% 就是跟现在一样的利率 换句话说 六月份联准会 开完会之后 利率维持跟现在一样 不变的几率 就是69.2% 那左边这个利率呢 是变成2到2.25% 代表呢就是呢 调降了0.25% 也就是印码 那降息印码的几率 在六月份是30.8% 接着我们看七月份 利率维持不变的几率 只剩下12% 那降印码的几率 是高达62.5% 相较于六月份 降息印码几率是30% 七月份降息印码几率 多了一倍 高达62.5% 那降息两码的几率也有 是25.5% 所以从这张图 各位可以清楚地知道 基本上六月份 利率维持不变的几率 还是比较高 将近七成 将近七成 但是到了七月份 降印码的几率 是超过了六成 再加上如果甚至 还有可能会降两码的话 这两个都代表降息 只是差别在降印码 或降两码 加总起来是高达了88% 所以七月份 依照现在的利率取货预测 降息的几率是高达88% 为什么六月下个礼拜 降息几率并不高 而七月份 却会突然变得这么高 关键的答案 你想到了没有 你想知道吗 待会 魏阳老师休息过后 告诉大家 而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这个会关乎到 你在下个礼拜 你在本月底之前 你还有足够的机会跟时间 来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到最安心 而且能够获利的状态 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能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接下来的五分钟 我所要谈的内容 会关乎到 今年一整年 甚至未来两到三年 你的财富能不能 有安全的避风港 甚至你的财富能不能持续的增加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什么时候会降息呢 降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想从美国的利率起货来看 六月份基本上降息的几率 其实不高 但是到了七月份 降息的几率却高达了88% 那为什么短短的从六月到七月 降息的几率会瞬间的大增 这当中的关键就在于 六月底就是G20穿息会的变数 我个人认为 穿袭会碰面 当然这个假设 也许有可能是错误的 也许他们最后不会见面 但这并不影响 我最后所推论的结论 因为我要讲的是 就算穿袭碰面了 贸易战也不会在六月底落幕 贸易战不会这么容易结束 所以失望性的卖压 以及川普可能进一步 比较强硬的动作 都会开始在七月份反映出来 那现在市场上 会开始越来越有警戒的准备 所以越接近六月底 G20的时间点 你就要越小心 这个行情可能随时会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压力 那我认为 在七月份降息的几率 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那股市呢 势必呢 还会有修正的空间 只不过呢 这一次 这一次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股市 就目前来看 并不会像2001年 或2007到08年 那两波的金融风暴 那么严重 股市也不会呈现 是那么样大幅度的 空头下沙崩跌 我认为不会 经济不会衰退 会放缓 会趋缓 会往下走 股市会修正 会大跌 但不会崩盘 那这两者最大差别是什么 如果是大空头崩盘 景气衰退 那就是报现金跟做空 其他都不用想了 但如果是经济放缓 股市修正 就会有个别的一些 产业也好 或者说公司 是值得你续报的 甚至你可以搭配 我们昨天节目讲到的 很多 现在在台股盘面 挂牌的ETF 琳琅满目 多国料理 什么都有 商品原物料也有 而且呢 有做多也有做空的 所以还是能够有赚钱机会 这一切的假设前提 是来自于我认为 不会发生像金融海啸 那种等级的景气衰退 跟股市崩盘 这一点我的看法 跟郭台铭 郭董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 接下来 要持有什么样的股票 是传产还是电子 各位就继续听我讲 那当然传产会是一个 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方向 因为毕竟 有很多它的基本面 景气真的是相对呢 比电子股的透明度能见度高 那我们讲了好一段时间的 4763材料 那材料呢 主要生产香烟 绿嘴所用的丝数 是全球第五大厂 这段时间以来 股价呢 持续了往上 慢慢的呢 还在创新高当中 那后面的利多 其实还很多 我打算下个礼拜 会再花一点时间 来跟各位谈 先保留一些 那你要知道 上游的材料在叠价 那下游的价格在涨价 这个就叫利差 利差持续的扩大 所以材料第二季的财报 将会让市场惊艳 而下半年还会更好 因为呢 还会有重量级的大订单 在后面贡献它的业绩 那另外呢 像美食是学民药 那最大的成长 是来自于呢 戒毒药的舌下含片 已经呢 在今年初 在美国上市 开始销售 那美国市场真的很大 那这个戒毒药的舌下含片 估计可以让美食的营收 翻倍再翻倍 所以这是长期一个 很大的一个利多 在后面支撑它的动能 那这一波 千张大户的持股 我们说 从股价呢 跌下来再弹上去之后 经过了呢 下跌跟洗盘整理之后 大户的持股增加了大概一倍 而近期呢 外资跟投信 也加入了买超的行列 股价呢 打出了一个双脚底之后 开始形成上升的趋势 目前来说 你会发现 它的股价 似乎有逐渐的加温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 有跟各位预告 最快六月份开始 美食的营收会开始进入到另一波额的爆发成长 那再来我们看到 营建股 滑顾 那滑顾呢 目前也是呈现了高姿态整理 这一波自从股价来到 这个87块附近 88块附近之后 就进入了横向的整理 那整理的这段时间 最主要是因为资金部分转往电子股 去抢电子的跌升反弹 所以相对会排挤掉 原本比较强势的传产股 特别像前一波 5月底6月初那个时候 市场上可能呢 在涨的题材是资产股 然后又带到了营建股 可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跟各位讲 我在看资产跟营建 其实好像两个是密切相关 但我是把它分开看的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买资产股 那我觉得就是呢 看题材 看现行操作 因为很多资产股 讲来讲去 讲了三个月 讲了三年 甚至讲了十年 其实都讲的是同一块地 但是呢 压根也没任何开发计划 这个不会带来实际上任何的业绩 那个就是呢 题材的炒作 所以我说看题材 看现行 但是营建股就不一样了 营建股很多是 伴随它的建案完工 销售入账之后 业绩是拿得出来的 而且这些业绩 你比起电子股 下一季都不知道库存 下一季都不知道销售 而很多营建股的东西是 房子已经卖在前面 盖完之后我就认列 盖完之后我就入账 我们以华库来看 第一季EPS 0.37 非常低 股价为什么可以有八字头 我想这个可能是 去看本益比的投资人 常常会有的迷失 好奇怪 为什么股价可以八十几块 是不是太贵了 不是 因为营建股 它一定会有它入账的时间点 所以你不能只看它的过去第一季 你要知道的是 那接下来 它下半年有哪些案子 那它明年甚至它后年 而且我要跟各位讲 电子股如果跟你说 它明年业绩有多少 后年有些多少 那个才不要相信 没有人知道 明年手机要卖几支的 但是营建股 那个建案 它可能都已经完销了 那因为知道明年要盖好 因为知道后年要盖好 它就可以入账 那这一波我们讲台商的资金 回流 厂办 商办 工业土地 其实都会非常的旺 那划顾呢 下半年的业绩入账之后 全年度的营收获利 会开始爆发 甚至全年度要改写新高 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年开始 它的营收的年增率 都会非常非常的强 加上本身殖利率又稳定 所以我认为呢 这波股价 随时都有可能会创高 而且呢 不会受到 现在市场 担心贸易战的影响 那运动 相关的股票里面 最近开始补涨的是百合 突破了颈线 前五个月份 EPS 2.32元 已经是创历史的同期新高 今年的业绩真的很好 那大客户 Editas 爱迪达 先前的财测里面已经提到 今年下半年开始营收成长 还会加速 那因为爱迪达就占了百合 超过两成的业绩贡献 所以呢 因应呢 订单的强劲 目前在东协的越南印尼市场 都持续的有扩厂的动作 那最近法人也开始了 强力的回补 那这个也是属于呢 可以受惠贸易战的转单效应 那至于说电子股能不能做呢 可以 可是呢 手脚要快 这个就是我 一而再再三强调的 昨天 我们买进亚光 今天 早上如果你起来有看到报纸 灯大力多 很抱歉告诉你 我们短线出清了 上一次操作之后 耐心的等待 跌升之后的买点 那今天上来 我们就先出清 赚不多 但是呢 赚得有效 那 这个我已经跟各位提醒过 很多时候 报纸的利多出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反向思考 这个是保护自己 我也不知道今天报纸要登 但如果今天报纸要登出来的话 那我自然呢 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评估操作 那加上昨天呢 其实融资大增 这个对筹码来说 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些都是散客 短线的散客 那另外先前 已经出清了泰顶 没有出在最高点 不过呢 相对来说 把获利放口袋 是比较扎实的 优群呢 也已经减码了一半 那持续看好没变的 包含像新能高 今天股价已经创高了 台光店目前跌升之后呢 打出了底型 后市也值得留意 因为呢 大陆的5G执照 提早发放之后 供应呢 上游材料的台光店 将会呢 加速的受贿 所以最近在操作上面 要有攻有守 我想呢 下个礼拜到月底之前 各位务必要把握黄金时期 把你的持股 把你的投资组合 调整到一个最安心 而且能够赚钱的状态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要调整持股 开放呢 让各位做咨询 欢迎各位呢 今天可以来电 那由我们来为你的财富把关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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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之财务